全台灣最老的四行案 鳳姓鶴在四十年前 感謝這個撒京案 林館團隊是認定 這是四行案 過去又幾次來劃聲支持 現在跟蔡英是領位 全案主席的警察 到生理有很多問題 要請這個法務部 要來演議 拿去非常上所 也還有財政 因為這個案子 只有兩個警察 可是我就是壞人 採政情也是外南董事領的市集中 來演四行案 王信學的故事 尤其是在明頂林館團隊 若歸路邊下緩 也成立王信學 去完蛋地唱歌 我們幸福 要回家 王信學 設計到這項 台警察的案子 比判出四行卡頂 已經在工程裡面 幾十個年了 年紀已經七十多年 是目前全台灣 年紀最大的四行案 不過林館團隊認定 這是這項死刑的案案 現在感謝他也認定 全然疑點這麼多 大家可以想像一個死刑判決 左輪右輪不分嗎 確實是一個右輪手槍 我們的確定判決 寫的是左輪手槍 這項案子是發生在1990年 王信學費指控 在家裡一間卡頂家店 因為老闆對他吃冷淡 就叫他水癢的丹營結 開城台市兩位警察 嚴格甘惠說 做難助政策到心裡 中央政令被刑判決 關鍵的政府很少 只要是憑 但英傑 來來回回不一樣的靠近 就自為王信學的有罪認定 不管是法院審理或檢方的審理 在場所有的其他證人 都沒有辦法證明 王信福命令陳榮傑 面對到四行這種極刑 甘惠任意 只能采行 儘管真實性淡保的固定 請民憲 心會囉嗦 二十月要請法務部 要認定 替非常享受 也有在信 到保安委員會 法務部是也沒做回應 記者綜合佈渡 請問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